历任的民选总统们 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一步一步传承下去 我的记者生涯横跨了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等四位总统的任期 接着要面临赖清德的新人新政 我和他们一起走过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 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 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 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 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 赖清德将带领台湾一步步走向 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 我功逢其胜 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 在威权时期我们禁若寒蝉 在民主化之后我们自由的发声 赖清德时代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小军超文plus520特别报道 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 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 我有第一手秘心 敬请准时收看 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我是廖小军 赖清德520就职典礼 如火如土展开着 他即将成为他们第八任民选总统 随着赖清德就任 蔡英文卸任当时的发烧话题 包括了蔡英文总统卸任前 可能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蔡英文陈水扁赖清德 这几位民进党出身的总统 有着千丝万里的关系 长年的新闻工作 让我更有机会贴身采访 跟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台上台下 而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 而在今天第一期当中 我们要分享的是谁呢 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不谈深奥的政治学理 仅聊聊实际接触的观察 这其中包括 我怎么把李总统电话 当成诈骗集团的骚扰电话 陈水扁为什么替我录广告CF片 贴身采访马英九跟他一起跑步 看他游泳怎么学挖士的 包括跟蔡总统在官地一起啃鸡脚 他考拳击下厨 分享他的厨迹 至于我跟赖总统的互动的故事也不少 很多都是没有曝光过的小故事 未来的五集 我来一一跟大家分享 独家分享 只有在小军姐频道哦 1996年第一次民选总统那一年 我在TVBS上班 又是记者又是主播 李总统在当年的3月23号晚上 以581万票54%的得票率呢 碾压了彭明明谢长廷的227万票 得票率21% 跟大幅领先的林阳港 郝伯村的160万票 当时我带领TVBS主播群一起爆票 全程见证台湾第一届民选总统的盛况 我不但爆票 也实际和我主跑民进党跟总统大选的林郝佩 给我印象十分的深刻 当时我对李总统没有太多直接的观察 第一次他带给我的震撼 是来自于我以前的老板 TVBS董事长邱复生 1994年我到TVBS电视台报道没有多久之后呢 我被指派上台播新闻 当时有传闻幕后的推手是李总统 这个疑问跟随我20多年的记者生涯 直到有一次我向邱董求证了 他点头默认 也解开我多年来的心中之谜 巧合的是前阵子 我跟红忍集团的总裁王文阳碰面 他的第一句话竟然说 小君我认识你是从李前总统那边听来的 因为当年他谈论到你 故人的提息让我的思绪回到TVBS的开台时 当时只有老三台的电视媒体环境 TVBS横空出世 出身之度不畏虎 意气风发格外引人瞩目 当时TVBS要宣传自己的频道 还曾经播放 李总统当时在总统府记者会前 不经意说出了一句话 在所有的摄影机面前 他问了这句话 TVBS是哪一台 在那个党政军全面掌控媒体老三台的年代 身为TVBS创台记者跟主播 我们当年的品手知足 慢慢展露头角 迅速跃居不可忽视的角色 当时李总统的关爱眼神 也引起我对李总统主政之后的国家路线 产生诸多的好奇 而今证实他的国阵 跟他对台湾战略深深影响了我 尤其是李总统在12年的总统任期内所进行 一连串的政治改革被称为宁静革命 因此外界认为他是落实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推手 尤其是李总统在任内所采取务实外交 默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的场合 取代两奖时代过去的汉贼不两立 他并且与多个国家同时建立或恢复邦交 以总统身份成功出访的有 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约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美国等无邦交国 跟南非、巴拉玛等许多邦交国 加强跟日本的关系 推动南向政策 增进跟东南亚邻邦邦的友谊 促进中华民国的外交空间 李登文事实上接任总统之后没多久 他便在1989年以中华民国身份访问新加坡 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被称为从台湾来的总统 他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对于这样的称谓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但是印象深刻在借记用人 是在1996年9月14号 李登文总统在台湾的经营者大会当中 所提出对台湾企业界投资中国的主张 强化1987年前 那时候行政院长孙运雪所提出的观点 其实行政院长肖万长也在1998年曾经强调 检讨调整阶级用人政策的前提是 中共消除对我敌意 结束敌国状态并存尊重两岸对等分治 以平等互惠的对待我方 不再阻挡我方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 台商投资权益经过协议 并且获得了确切的保障 而且不影响台湾的经济稳定发展 这一切一切让我回想我对民主的认识跟冲击 甚至造就我对这块土地的全新投入跟认同 李总统应该是关键 李德文总统在1993年15号 与日本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 提到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这句话 我当时回想 如今看起来 因为当时其实我还没有进入TVBS 在经济日报的政经组任职 还是暴时的菜鸟记者 对于台湾的历史还是懵懂未知 每一次出国签证入境时 在国籍栏上反射动作就填写ROC 不知道台湾是什么 当时只在乎薪水跟约会 那李总统不断的提出台湾主张 以及反反复复对台湾的辩证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 应该是我对台湾意识的启蒙 后来李总统在1999年的7月9号 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提出两岸为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身为党主席又是第一次民选总统的李总统的本土路线 清晰而且敌我意识鲜明 这时候我进入的民事 在本土电视台的熏讨之下 我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我要专访李总统 在当时不要说是民事连老三台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专访的机会 于是从1999年的10月开始 我几乎每周写一封信给李前总统 谈谈他对市政的看法 也希望可以专访他 持续好几个月 有一个假期的清晨 接到一通电话 披头就问 请问你是廖小军小姐吗 对于陌生电话 我习惯性的防备 我直觉这又是一个诈骗集团 后来对方又说了几句话 我大梦初醒 原来是李总统亲自来电了 邀我到台中院来跟他聊聊 到了台中院 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 但是前后我说不到二十句话 那个时候他大谈科技与传播 谈得眉飞色舞 不过只字未提专访的事情 笑着送我离开 告诉我下次再来 下次再谈 之后当然是音讯全无 接下来于是我透过他最好的民间友人 许文龙董事长来协助 有天许董告诉我说 他们在台北的日本料理店 用餐叫我来一趟打打招呼 也许更有机会 现场李总统看到我 竟然说我的偶像来了 我紧张的立刻说 没有没有没有 总统才是我的偶像 这时候的许董事长就接话说 那偶像见偶像就一起坐下来用餐吧 当天在现场还有 包括了驻日代的许世凯 跟金美玲女士 那场餐会给我另外一个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感触 幸好从小爸爸妈妈教我说闽南话 因为当天只有两种对话语言 一个是日文 一个是闽南话 想象如果我不会台语 我必定是鸭子听雷 听得不啥啥 不过餐会结束 他还是没有答应我的专访 转眼2000年到了 我转战到了台市 我继续弃而不舍 皇天不负苦心人 李总统的第一家电视专访的机会 终于还是给了我 欢迎各位观众 我是廖小军 从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 到政党轮替和平转移 被国际媒体誉为 民主先生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最近又成为政坛上的火线人物 李先生一直在为台湾写下历史 一如他主政12年的辉煌成绩 不管是在国际 或者是台湾的政治舞台 他始终是瞩目的政治人物 但是最近有许多民众 对他有颇多的质疑 在退休之后 不断去阐述 所谓台湾人的精神 台湾驾局 你的用意是什么呢 定义只是要认同台湾 我们现在他都是 讲了很多的什么爱国 怎么样等等的问题 国家要统一 这些问题我不认同 你自己本身在生存的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你都不去了解 昨天我在这个士林教会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马开博士 他到了台湾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传教 传教的话 怎么样和当地的老百姓 是这个一切要一样的来生活 所以他就开始学台湾话 就是穿台湾的衣服 这个是讨到台湾的老婆 这样子来这个是 因为穿的这个是台湾话 那么和这里的老百姓 就完全这个是 一直一样的 虽然他的颜色 颜色 眼镜 可能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他看起来 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时候 老百姓容易接受他的抗法 传教也在旁边 我们现在很多在这里 最大的问题 昨天我也也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认同的问题 是台湾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怎么样认同爱这个地方 怎么样大家共同来 比如说地方来作响 是最重要的 总统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 目前这样一个价值观 在消退当中 所以你不得不站出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自己生活的地方 都没有这个认同感 讲了很多要统一怎么样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解决的 中国问题包括了很多问题 这个是经济政治以外 还重要的问题 文化问题都在里面 我们用台湾从这个地方开始建立过 这个是中国人 这个是长年老百姓说希望的 文化是什么的 有自由 有民主 大家过得非常好 和平的 这种这个是观念 我想应该在这里培养出来 你一个地方没有开始的点 怎么样可以来应用到 这个是影响到了整个大陆 所以重新我在 这个第九届的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是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建立了新中原 新中原是一个小地方 一个典奥运 但是后来这个是 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 很普遍化的地方 台湾的社会和中国大陆的社会之间 差子应该差在哪里 制度差在哪里 我们应该认识 认识以后 从这里要建立一个合理的 合理的 有法治的 有民主的 有自由的一个社会 就是我的希望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从来都不想 大家很多人说是要 搞台独台独 台湾已经是 已经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在这里应该建立了一个 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制度 慢慢的以这个来影响中国大陆 很重要 这是对中国大陆13亿的老百姓 是幸福的路 并不是要欺负他们的路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可能 我的一生打不到说不定 起码但是台湾 从台湾开始 我们来建立这种 一个这个理想的 这个台湾 来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 就国家主权来讲 其实您所阐述的 就是一个特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我们从 你刚刚所延续下来的一个 比如说文化或经济的面向 您认为我们跟中国 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是像一个 类似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类似国与国的关系 就文化跟经济层面 也维持这样的关系 跟互动 对 我们参加这个Lavitio 这个世界贸易这个组组 也应该我们有这个态度 来进行才对的 您不断的去强调 就是要为台湾来打扁 您认为身为台湾的政治人物 要如何来为台湾打扁 应该就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 这很多人 实在说都不知道 中国本身的油店发店 在什么地方 中国的历史所带给老百姓 进行什么样的 很多人了解 比如说现在 上海说卵卵卵卵卵卵 你实在是要去看看 究竟那个地方本身带给中国中国人 是什么样的 要了解 不能说有一个地方来到 我说中国就是这种 中国大陆是这种的情形 我想不能这样看 这样看的时候 实在是让人们没回忆 我也听很多 在那些借购的问题本身 和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 这个发电的技术 对啦 刚刚开始 所以速度很近 台湾过去一年 十几%成长的事件也有 但是最近的情形 有比较差 比较差 不是说这就是必然的一条路 这也是一个循环性的 引起的问题 大家有一个了解 跟那种 共同大家来打拼嘛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 更有的人 你说的 比较表面上的看法 比较不一样 我是要看 比较久一点 比较短的 立场来看情形 是 2001年10月9号的这个专访 在23年后的今天看来 物换心仪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 但不变的是 台湾仍然还现在 国家认同的问题 李总统的大战略大未来 来看台湾的立足战略高点 保护国家安全是关键 举句话点出台湾生存的关键密码 台湾的命运 台湾是谁 台湾人又是谁 台湾人从哪里来 我是谁 来自于哪里 这些议题之后 不断的被李总统抛出 12年后已经是高年90岁的李总统 再度接受独家专访 抛出了许多辩证思维 尤其这次重点放在 馬英九总统进入第五年的执政 台湾的主权严重让渡的危机 台湾现在不是红帖制度 虽然明明是总统的借 但是所有的 很多台湾人都是民主社会 是大家有共识 共识上面 总统的了解大家的意思 来推行才有法度来那种 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最大的毛病就是 谁人总统总统 所有的可以说去 全部都他拿去 要做什么都他这样做 这就是错误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 民主做法 民主旅行 没有这个旅行 这就是真的 很宽善的 譬如说非洲最近有很多民主法的国家 拆除这种 董萨和总统 所有的都把自己拿去 連所有的国家的钱 什么都可以兵自己的东西 这种民主的 这个不对的民主的旅行 这种应该就大大就修改了 要修改要怎么改 应该就台湾的社会应该有共识才对 我感觉是 比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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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的行为 以此共识 有民主 社会 大家 密服 大家 会 相当了解 社会 不要让它分裂 大家很好 是 国会也是一样 这不是办法 对不对 不是说 很重要 不得了 会使得来 都会计较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台湾的民主到我这 贴族应该就改革 这是现在 不然 这种情况 继续会自己改革 贴族改革 是 简单 贴族就改革 我说一说 共识行的贴族 应该总统 差不多 台湾的民主法 改革到这个程度来的 实在说起来 走出 共识行的 就是 我不用说你也知道 尽量 这个 内国为重心的 政治 民主政治 这条路 应该就去做 这有法度 面对问题的 马上 政治要 政党 政治要改革 这有法度 帮我来改革 12年前 2013年的访问 卸任总统13年后的 李总统 对台湾的命运 仍然 忧心不已 一个总统 一个关系 对国家的资金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如果资金 没钱 没错 你说我们驚驚孙孙 我们的少年 为何而战 对 台湾要去 哪里去 这主权 我们的主权 到底在哪里 台湾 台湾的主权 在老百姓的手里 台湾有主权 不能买去的这件事 虽然名字 又是说中法民国 中法民国 国家的名字是这样 但是主权 这件事 长久台湾 这件事 一直到 这政治上的 国家的国家的 来看起来 台湾的主权 作为 两千三百万人的 手里 应该就尊重 民间才对 千丝万缕的思考 都是想唤起台湾共事 但无言销战争 从第一阵的民选总统 到现在方心为爱 第八届 民选总统赖清德 面临的刑事 嘲笑野大 掩开着国会民主 被没收了 不讨论不表决 甚至不开会 国会香港话之下 更瞎险峻 跟令人悲观 今天台湾的处境 正是李总统 当年念姿在姿的问题 李总统已高寿 98岁过世 哲人日已远 典席在素席 可惜造化弄人 台湾的命运依然多揣 李登辉总统 担心的问题 至今仍然未获得解决 我们仍然需要努力 谈过李登辉总统 接着我会继续跟你分享 陈水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 蔡英文 包括赖清德 这几位总统的台上台下 请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回再见 历任的民选总统们 感谢你们把台湾价值 一步一步传承下去 我的记者生涯 横跨了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等 四位总统的任期 接着要面临 赖清德的新人新政 我和他们一起走过 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历程 从李登辉推动民主改革 到陈水扁完成政党轮替 再到马英九的两岸交流 以及蔡英文力推改革 赖清德将带领台湾 一步步走向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 我功逢其胜 我经历过新闻自由的考验 在威权时期 我们禁若寒蝉 在民主化之后 我们自由的发声 那新的时代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小军长文plus 520特别报道 我所认识的台湾总统们 历任总统的台上台下 我有第一手秘心 敬请准时收看 中文字幕备将董事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